孙悟空的同学们都去哪了?这个问题想必很多人看到后都会一脸问号,啥?孙悟空还有同学?我咋不知道?其实,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,孙悟空有许多同窗,只不过我们在观看时,所有的注意力都被这猴头给吸引了去。 后来踏上取经之路也只关注降妖伏魔了,自然也就忘了孙悟空的同学们,仔细想想,孙悟空这个名字从何而来是菩提祖师赐给他的?而在菩提祖师做下学艺时,不正是有着众多的师兄吗?那么在猴子踏上取经路后,为什么从未听说过他们的消息? 大家好,欢迎订阅巧开始记 首先,从严谨的意义上来讲,同学一词应该换作师兄更为合适,毕竟他们是一同败在菩提祖师门下学艺,因此用师兄弟来形容他们的关系,要比同学更为得体,我们都知道,在电视剧中,当孙悟空来到协约三星洞败师学艺时,菩提祖师的座下已经有了不少弟子,这些人也就是孙悟空的师兄们,虽然在影视剧中,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。 我们看到的弟子们,人数并没有很多,但是根据原著的描述,菩提祖师做下弟子众多,而且根据入门的顺序,被划分为了十二个自备,分别是,广大智慧真如杏海引物圆绝,而猴子被菩提祖师所起的法名为悟空,也就是悟自备,排在第十的位置上,那就说明,在他之前,菩提祖师所收的弟子,已经有九倍之多,而且按照一般而言,每一倍的人数应该不会少,这么来算的话, 在孙悟空在世门学艺的七年间,也结识了不少师兄弟,但后来孙悟空被菩提祖师赶下山。 到踏上取经之路,再到后来修成正果,我们却再也没有看到过任何有关他的师兄们的消息,似乎他们就跟人间蒸发了一般,就连菩提祖师也近乎绝迹,这究竟是为何?为什么说生死不上已有答案? 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,我们知道,孙悟空在离开方寸山后,经历了闯龙宫、大闹天宫等事件,后来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,直到唐僧解救后才踏上取经路,这就已经能够出现端倪,孙悟空被压在山下五百年,而孙悟空上山拜师学艺时, 菩提祖师的弟子们,绝大多数是一些平民百姓家的子弟,几乎没有什么神仙,作为凡人的他们,一辈子也就几十年,活破天了也就一百来年,而西游记的主线剧情,对于孙悟空被压的这五百年,几乎是一笔带过,所以五百年的时间,这些师兄们早都已经化成灰了,那些当初与孙悟空一同学艺的师兄们,已经轮回上几辈子了。 而他们的寿命,早就已经白纸黑字的写在了生死簿上,因此才说生死簿上早就已经有了答案,这些师兄们,注定只是孙悟空生命中的一个匆匆过客,如此一来,我们又怎么能够在孙悟空踏上取经之路后,再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呢? 而且,按照原本的设定,就连孙悟空这个天生石猴都是有寿命的,在影视剧中,有这样的一回,孙悟空下山后,一次偶然间闯进了阴曹地府,而后便是大闹阎罗殿,在生死簿中,孙悟空明确地看到有关自己的记载,天产石猴。 寿命342年,这么看来,即便是像孙悟空这样的天生之物,也就只能活300来年,更别提那些肉体繁胎的世俗之人了。 随后,孙悟空提笔在生死簿上乱化一通,把自己的信息给抹去了,后来又在太上老君那里偷吃了不少仙丹,还在八卦炉中被三妹真火连上了几十天,才成了不死之身,顺便一提,就算是天亭的神仙,也是会死亡的, 否则金河龙王是如何允命的,而且他的死也更说明了生死簿对于生死的掌控,当时阎王说了这样的一句,那龙未生之前,南斗星生死簿上已注定他遭杀于人曹之首,我等人早就知道。 这么看来,哪怕是神仙的生死,生死簿也完全能决定,凡人就更别提了,所以生死簿上,早就已经写明了答案,因此在孙悟空进入取经录后,他的那些师兄们, 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再听得见看得着了,那菩提祖师根据设定是与天同寿,不死不灭,为何也没有了消息,所以,菩提祖师后来去了啊,在西游记中的武装冠一回中,孙悟空曾经回到过三星洞,试图寻找师父的踪迹,但看到的是,确实一扶人去洞空。 残败不堪的景象,显然,这处洞幅已经被废弃了很久,菩提祖师也离开了这里,就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其实,我们可以推测菩提祖师并没有离开很远,应该仍然在西牛鹤州之内,因为在孙悟空推翻人参果树,前往方寸山时。 菩提祖师虽然并未出现,但是却通过传音之法,告诉了悟空前往南海寻求医术之法,所以,我们可以大胆推测,菩提祖师很大一种可能是换了道场,继续收徒受益。 此外,还有一种说法认为,在孙悟空下山之后,菩提祖师便选择了关闭山门,彻底归隐了,但菩提祖师之后究竟去了哪里,原著中也并未涉及。 所以,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,可能真的只有吴承恩自己知道了,天上一日,人间一年,这样的设定在很多小说中都会见到,西游记中也是如此,太上老君的青牛下界被发现后,他这样说道,他如今下界七日,那人间便已是七年,时间对于神仙,对于孙悟空而言。 可能根本算不得上什么,但是对于世俗之人而言,时间就是一种无解的毒药,只能任由他慢慢吞噬着自己的生命,到头来一切都化为灰烬,什么也没有留下。 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,孙悟空是天生石猴,没有父母,所以遇事只能靠朋友。 按理说,孙悟空最亲近的人,是他的同门师兄弟和结拜兄弟,可是孙悟空取经路上遇到妖怪时,他的同门师兄弟和结拜兄弟一个也没有出现,反而是大闹天宫时他得罪过的中天神,不断下凡来帮助他。 孙悟空是个性格比较顽劣的猴子,他在协阅三星洞,跟随师父菩提祖师学成归来后,就开始为祸一方了,他跑到龙宫借兵器,最后强劫了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铁,如意金箍棒,孙悟空还大闹地府,撕坏了阎罗王的生死簿,东海龙王,阎罗王相继上天庭,向玉帝告状,玉帝得之后,勃然大怒,要派天兵天将擒拿泼侯治罪,太白金星战了出来,劝说玉帝告状, 玉帝招安孙悟空,孙悟空在太白金星的劝说下,上天做了毕马温,毕马温是天庭养马的小官,连王母娘娘的盘桃会都没资格参加,这让心高气傲的孙悟空,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天庭的戏弄,偷吃了盘桃源的盘桃,下界回到了花果山,随后,天庭派天兵天将攻打孙悟空,他们没打过孙悟空,反而被孙悟空打到天庭,将天公闹了个天翻地覆,最后是西方佛祖如赖出手, 才帮助天庭降伏孙悟空,如来佛祖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,后来,观音菩萨出面,才劝说孙悟空,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,取经路上,唐僧师徒四人,遇到了很多的妖魔鬼怪,这些妖魔鬼怪,虽然大部分武艺不如孙悟空,但他们借助法器,法宝, 将孙悟空吃了不少苦头,孙悟空自己降服不了妖魔鬼怪,只能去请外援,孙悟空等人去西天取经,是佛家安排的任务,灵山的佛祖,菩萨,自然有义务帮助他消灭,制服妖魔鬼怪,同时,天庭也是支持孙悟空西天取经的,他们还派了六丁六甲,五方接地,四只公曹,十八位神明护叫秦兰, 暗中保护唐僧的安全,确保他不会被妖魔鬼怪所害,孙悟空在花果山为妖气间,认识了不少妖怪头目,如牛魔王,他和牛魔王,焦魔王,彭魔王,狮驮王,猪猴王,结拜为了兄弟,这些人中,除了牛魔王,其他人本领一般,孙悟空打不过的妖怪,他们来了也只是送人头,所以,即便孙悟空遇到麻烦了,他们也不敢出面帮助孙悟空, 牛魔王本领不错,但由于孙悟空的缘故,他的儿子红孩被观音菩萨带去,做了善才童子,这让牛魔王和其妻子铁扇公主,恨透了孙悟空,两人在取经路上,给孙悟空制造了不少麻烦,孙悟空在取经路上,还结拜了一位兄弟,他就是武道观的主人镇元子,镇元子是帝先之祖,帝位和道教三清,如来佛祖等人在一个级别,虽然法力无边,但孙悟空遇事之后,从未 麻烦过他,最后就是孙悟空的同门师兄弟了,孙悟空的师父是菩提祖师,是个非常神秘的人物,原著中介绍菩提祖师,大绝今仙梅构姿,西方妙相祖菩提,不生不灭三三行,全弃全神万万词,空气自然随变化,真如本性认为之,与天同寿庄严体,历劫明心大法师,盘古开天辟地之时, 菩提祖师就已得到,他和道教的三清,佛教的如来佛祖等尊神,佛陀,是一个级别的人物,菩提祖师不生不灭,与天同寿,他精通三教诸子百家,法力无边,弟子众多,教化广泛,深得一方尊敬,菩提祖师隐居在犀牛鹤州的灵台方寸山里,孙悟空在一个侨夫的指引下,找到了菩提祖师,孙悟空和菩提祖师有缘,菩提祖师将他收为弟子,并教授了他, 孙悟空七十二变化,金斗云,法天相帝,身外身,元神出窍等本领,让孙悟空从毛侯变成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,菩提祖师有乃,广,大,智,慧,真,如,性,孩,影,物,元,绝十二倍弟子,孙悟空是菩提祖师的第十倍小徒,即物自辈,菩提祖师的每倍弟子中,即便只有几人,他也要有几十位徒弟,指引孙悟空找到菩提祖师的侨夫, 也曾告诉孙悟空,三四十人跟着菩提祖师修行,孙悟空在菩提祖师手下学艺期间,和师兄弟们相处很融洽,后来,他学有所成后,因为在师兄弟面前卖弄本领,被菩提祖师发现后,乘机将孙悟空赶下了山,孙悟空提出,他还没有报答师父,菩提祖师说,说什么报答之恩,日后你惹出祸来,不把师父说出来,就行了。 孙悟空拜谢后,就下山了,菩提祖师能预补未知,日后他的得意门生孙悟空,果真惹出来不小的麻烦,孙悟空大闹龙宫,帝府和天宫之后,被天庭捉拿放在天上老君的八卦炉中练,随后,又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,孙悟空得罪了天庭和灵山,只要菩提老祖不出现,他的弟子们,即便本领在高墙, 也打不过高手如云的天庭和灵山,所以他们不会自不量力。 去和天庭,灵山作对,孙悟空取经期间,也遇到了不少妖魔鬼怪,但他的师兄弟一个都没有出现,帮助孙悟空对付妖怪,菩提老祖弟子不少,其中很多的是凡夫俗子,他们即便跟随菩提祖师修行了几年,几十年,但没有学长生不老之术,所以还是躲不过生老病死,孙悟空离开灵台方寸山。 曾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,他的师兄弟中的不少人,已经去世了,即便有些人能得到成仙,但也要很多年,玉帝度过一个天节,需要十二万年,普通小神仙,也要五百年之久,孙悟空的师兄弟,很多道行不够,所以无法帮助孙悟空,孙悟空能够在短时间内修炼成功,是因为他是世间的灵侯,菩提老祖法力无边,他的徒弟中,肯定有道行很高的人,他们学有所成功。 后,菩提老祖会让他们离开灵台方寸山,孙悟空只在灵台方寸山待了几年时间,是兄弟中的大神级人物,他一个也不认识,也不和他们来往,孙悟空离开师父后,从不对人谈及他的师父,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有孙悟空这个师弟,这使得即便孙悟空有难了, 菩提老祖的其他高徒,也不会前去帮助孙悟空,还有,灵台方寸山在犀牛鹤州,孙悟空的取经之地,在东盛神州,犀牛鹤州到东盛神州,要穿过南瞻布州,路途十分遥远,菩提老祖和他的徒弟,隐居在灵台方寸山,不关注外界事务,孙悟空下山之后,也断了和灵台山的往来,他的师兄弟, 并不知道孙悟空在外界遇到的种种麻烦,即便知道,那也是唐僧被妖怪捉了,孙悟空没有出事,他们也懒得去万里之外帮助悟空。